再来关注部队的实战化演训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组织太原舰 湘潭舰等多型舰艇 在东海某海域开展实兵实弹演练 检验编队协同作战能力 太原舰率先发现不明水上目标 编队迅速转入一级战斗部署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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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受害区环境影响 首轮打击效果并不理想 它原舰根据回传数据 及时对偏差进行修正 为第二轮实弹射击做好准备 在完成主炮科目训练后 编队随即转入副炮科目训练 下载表演 下载表演 面前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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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放 此次训练任务中虽受大物抑郁冷天影响 但我福报系统能够及时调整射击方案 密切协同果断出击 以昂远的战斗状态 顺利完成射击任务 刚刚完成实弹射击科目 湘坦舰又随即展开模拟战场环境下的 特勤处置演练 报告 左前发现落水人员 准备电话员小艇 马上右 只有声音过什么 回收了 回收了 湘坦舰立即放下小艇前出营救 将落水伤员打漏上舰 并对其进行紧急救治 心理骨干同时展开心理疏导 训练中编队还进行了损管堵漏 风仓灭火 海上救生等科目 简易了部队快速反应与应急处置能力 我们结合战争救护 实战损管等实战化训练科目 从预设情节 规范预案 提升时效入手 有力提高了特性处置能力 及官兵自我心理防护能力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雪域高原 在新疆军区 某团侦察分队的强化训练当中 队员们要通过乘车射击 绳索攀爬 锁将射击精准狙击 等多个科目的考验 我们的记者跟随侦察队员出发 全程记录了他们的训练 他告诉我们 在高寒缺氧的环境当中 每一个环节都是对官兵 体能和装备性能的极限挑战 高原侦察兵真的不简单 前方断眼 人员准备下车 利用手锁攀登 我现在跟着我认为 要派上海拔五千万里的山顶 在四国河海拔下 也是对不出来 身体和意志的投眼 攀登过程中 队员脱合体体力不支 不慎滑倒 好在身边战友及时把他拉住 最终在小队协同配合下 成功登顶 由于第一赛这么高的海拔 进行攀登训练 体力和心力还没有完全适应 导致在训练上出现失误 现在我已经跟随队员们 来到了五千八元的山顶 队员们已经准备好胜缩 在接下来的索降射击科目中 他们要在下降头中进行射击 脚下是随时滚落的石子 眼前是摇摆不定的目标 想要精准射击可不容易 感觉比以往训练难度更大 不仅要克服缺氧 还有十个护照重型 更重要的是调整好射击动作 确保人群结合 出于最佳状态 提高射击极度 考验还在继续 侦察队员利用积雪和山石的掩护 向目标低于渗透 前伏在雪地中 狙击手时刻锁定500米之外的目标 在高原实施精准射击 比在平原难得多 不仅呼吸难调整 而且一到下午就开始刮大风 风速对子弹落点影响非常大 稍有不顺就会打偏 高队注意 要有目标准备射击 颠簸的车辆 狭窄的空间 出现的视野 要在行进途中完成射击 这本来已经很难了 加上高原缺氧 更是难上加难 对侦察兵来说 发现目标要一级必杀 在车内射击 除了需要克服车辆颠簸 高氧缺氧 呼吸调整困难 给射击带来的影响外 就要求射手在晃动中把握时机 完成激发一级命中 此次演练 不仅检验了单兵技能实战化运用 班组战术训练成效 更检验了高原高寒 复杂环境下官兵的极限技能 和武器装备的极限技能 下面进入今天的影响制 首先先请您看这样一张 特殊的学历证明 我们可以看到证明上写着 由于战争原因提前毕业 毕业时间是1952年7月 这张证明的主人叫李春梦 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20岁的李春梦被选拔到 原空军第五航空学校学习飞行 由于战况紧急 仅仅在学校飞行了几十个小时 李春梦就提前毕业 奉命驾驶战机 进入朝鲜战场 数次与美军飞行员正面交锋 在大大小小的战斗当中 令他印象最深的是 与美军打圆圈镇的作战经历 如今李春梦老人 已经是91岁高龄 每每谈起这次战斗 他都是慷慨激昂 因为这不仅是一场 载入史册的胜利战斗 更是老人一生的荣耀 1953年2月 李春梦和战友驾驶四架战机 前往朝鲜大同江口空域 执行作战任务 为避免过早地被敌军发现 编队采取低空隐蔽出航的方式 直奔目标空域 发现敌机后 李春梦和战友立即缩小队形 形成连续攻击态势 为了摆脱我军的进攻 美军多架战机摆出了圆圈镇 所谓圆圈镇就是鸡群 组成一个圆圈 呈飞碟撞向前飞行 各战机相互掩护 能攻善守 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被称为攻不破的空中矛盾 你打前面的飞机 你后边的就要挨揍 它在前面的 牵着你 你点到后边 你在后边没有转的时候 它就快要把你打下来 所以这圆圈转都是低空 就是几百米 三十百米 十五百米 就在这高度上 只要是一命中了 它一掉下 被拔下就结地了 就完了 看到第一个红脸了 我就冲场就打 那时候我们是四个飞机 第一我记得十六个飞机 我们打了四架 打了最后 他们没办法了 他们心不清冷圆圈了 好了 随着圆圈镇的溃败 美国空军 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 也被李春梦和战友 一举击破 根本都不知道害怕 恨啊 打结完了以后 大家把汉 大家一起走 根本不可能 都是一架一架回来了 那为什么都散了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就跳伤了 欠伤了不是一个两个呀 1954年 李春梦所在的空军第17师49团 加入人民海军的行列 1965年12月29号 这个团被国防部授予海空雄鹰团 荣誉称号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 这个部队完成了一次次 跨戴战机改装试飞 创下了全军第一个新型战机 对海攻击 新型导弹首次发射 百分之百命中等一系列记录 现在呢 海攻击战我们游浪 飞机我们也游浪 我们怕谁啊 我们谁都不怕 喜欢年轻的人 一个一个的多听党的话 按党的指导就去做 我们要跟党走 跟党奉斗